先来看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 美国新泽西州通过同性婚姻法 许多同性伴侣立即举行婚礼 专家预测修复新进推出的 网络健保交易系统需要数周时间 《华尔顿邮报》 奥巴马政府增聘专家修补网络健保交易系统 维基尼亚州州长竞选进入白热化 近日美国报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出版新书 讲述和心脏病抗争的经历 法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法大使 要求对法国媒体刊登的 关于美国国安部监视数百万法国公民的报道 给出解释 《华尔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美国政府和摩根大通银行 就其数旗抵押贷款民事案件 达成130亿美元的初步协议 但是摩根大通面临另外一起 更严重的刑事调查 美国糖果制造商把目光瞄准海外市场 新一轮预算谈判即将开始 民主党内意见分歧 最后是洛杉矶时报 叙利亚爆炸案炸死了数十人 和平谈判近日将开始 社交媒体一军突起 逐渐取代同性恋网吧 成为寻找同性伴侣的途径 新型毒品美沙童 导致更多参加派对的人 进入急诊室 好的 以上的是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是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